公元1587年3月的一个下午 伴着欢快的乐曲 一场歌舞正在波州宣慧寺的大殿上进行 大殿上方坐着的是波州第二十九代领主杨应荣 而殿中央的舞者正是他最宠爱的小妾田慈凤 参加宴会的都是波州市下的各大吐司 他们奉杨应荣之命赶来参加宴会 但就在宴会进行到高潮时 一群社群突然从殿外冲进 将一名吐司押出门外 现场气氛为之一变 与会众吐司无不惊恐战兵 与此同时波州领主杨应荣 却举杯畅饮魂不散意 这种主客间的巨大反差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预示着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 孙毅西北约30公里处 有一座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 当地人称之为龙岩山 很久以前龙岩山上 曾经矗立着一座城堡 它叫海龙屯 但如今只剩下一片 绵延十余里的城堡遗址 据史料记载 公元1257年 为抗击蒙古大军 经第十五市波州领主杨文提议 南宋王朝及云贵川数省之利 费时五年 在龙岩山上建造了一座 规模庞大的军事城堡 海龙屯 海龙屯周围 显观要碍 层层跌跌 在冷兵器时代 这几乎就是一座 不可撼动的堡垒 后来这座城堡 成为波州杨氏政权的首府 再后来 朝廷八路大军尽小 海龙屯 连同波州杨氏政权 一同毁于战火 但以海龙屯之坚固 之险峻 在当时可说是空前的存在 即便狂傲一时的蒙古铁骑 也曾望而却步 他是如何被攻破的 而波州杨氏一族 自始祖杨端起 代代与中央盲朝 保持良好关系 东征西逃 多有贡献 怎么反倒落得个 被剿灭的下场呢 明万历十八年六月 京城主管刑狱案件的大理寺 接到了一份 由贵州转来的状子 状子控告波州领主 杨应龙 领虐领民 并且杀妻弑母 大逆不道 控告人 正是波州的一群 中小吐司 吐司 是元朝时 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 设立的官职 明朝依然沿用了元朝的吐司制度 中小吐司所高的杨应龙 是波州杨氏一族 第二十九代家主 同时也是波州领主 兼明朝的都指挥使 明代都指挥使 掌管地方军政大权 也就是说 杨应龙不但是波州的领主 同时也是朝廷的封疆大吏 那么 告状的这些中小吐司 又是什么人呢 明朝时对少数民族区域 无论大小 一律称为司 波州领主 共管辖 波州 珍州 荣山 黄平 草堂 于庆 白泥 崇安 八个司 其中除波州 珍州 荣山三司 由杨氏一族直接管辖外 其余五司 由七个姓氏分管 合称五司七姓 告状的正是这五司七姓 但他们为何要状告 自己的顶头上司呢 在今天的尊义市 红花港区深西镇 有一座大型南宋合葬墓 这是杨氏一族第十三任领主 杨灿夫妇合葬墓 1953年 由贵州省博物馆 在考古调查中发现 杨氏家族记载 杨氏如波十三代 自燦史大 就说从杨燦开始 波州杨氏 是你才真正得到了国藏 杨灿对治下百姓的致力 遵书复复制中有这样的记载 信孝友 安简 俗智正宽简 民便智 换句话说 这是一位对子民 这是一位对子民十分宽容的领主 杨灿晚年 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 为后世子孙留下 家训十条 静尘节 龙孝道 守其求 宝江土 从简约 便奸贤 物平术 公好物 去奢华 谨刑法 这十条家训 被后人评为 有功名教 福以子孙的垂世范延 正是在这十条家训的指导下 杨家后世子孙 对外浴血僵差 对内治政宽简 平稳统治了三百余年 但到了公元1571年 第29任家主杨应龙 继承家业以后 事情发生了改变 杨应龙为人刚愎自用 动辄杀戮领民 并巧取豪夺中小土司的财物 连五思七星也不放过 在宴会上 随意处置下属的那一幕 遗属常见 无疑这极大的加深了 杨应龙与五思七星之间的矛盾 而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还是杨应龙杀妻已逝 杨应龙共有五房七妾 原配叫张春花 是五思七星中张姓的族人 张春花的叔叔 是四川永洲之县张之照 他本人也是有品级的 告命夫人 并在吏部登记 但杨应龙最宠爱的 杨应龙甚至为他在海龙屯上新建立了一座官城 定名飞凤官 但田慈凤为人善度 心性刻薄 为夺取第一夫人的位置 屡次诬告大夫人张春花不真 终于杨应龙在一次九岁后 下令将结发妻子张春花和岳母 以及侍女全部杀死 给我斩了 像这一个杀就成了五思其信 告杨应龙的一个盗火神 矛盾本来是一个大的矛盾 杀他的发妻杀张春 是杨应龙他引发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引爆点 在封建社会 杀岳母乃是大逆不道 至于张春花的告命身份 更是朝廷亲封 杀告命无异于藐视君王 罪行更大 看来杨应龙是罪责难逃了 可谁也没想到 万历皇帝竟把这件事情压了下来 历史上 万历性格强硬固执 并不是个宽容的皇帝 他与群臣为争执立太子的国本问题 竟能三十年不理朝政 但这次对于杨应龙的罪行 却超常的宽容 是个少有的例外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朝廷需要杨应龙 振服西部叛乱 关于杨应龙硬调评判 在尊义辅制中 有详尽的记载 万历十三年 四川穹部及雷波土部 进攻成都 杨应龙奉调 带领波州兵远征松攀 四年十二月 貌似攻下天星囤 见大公于朝廷 万历十六年正月 穷部叛军 兵分两路突袭官军驻地 大乱中 波州统帅杨应龙 一马当先率军冲杀 最终杀退敌军 一次次奉调出征 及邪赫的战功 使得杨应龙屡受朝廷封杀 并获封票其将军一职 考虑过往的功绩 万历希望对杨应龙 网开一面 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另一个原因则是 波州的实力 太强大了 那么它东边到了正远 南边到了丹寨 沿河这一带 西边是超过了金沙 北边就是跟齐江 南川和河川这一带结界 因此它那个南北 大概有两千里 就有八万平方公里 人口也是比前代大增 杨家到了杨永的时候 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他的军队现在按照 拼搏权书和朝廷 作战的时候说的是16万 他的人口没有具体统计 应当这样推算 军队16万 那么应当说 他的人口 我过程估计可能在百万左右 面对这样强大的地方势力 万历皇帝自然不能轻易制裁 思索再三 武斯七姓告狱状这件事 被压了下来 朝廷只是派人训事杨永龙 让他收敛做事 公元1571年10月 武斯七姓告狱状事件 过去两年后 已经三年没有上朝的万历皇帝 突然破例 在内庭主持了一场朝堂大辩论 贵州巡抚叶梦雄 巡案陈孝 上书弹劾波州领主杨应龙 说他为非作歹 并列举杨应龙24条大罪 立足堪问 而以四川巡抚李化龙为首的 四川官员 却集体反对贵州官殿 并为杨应龙积极辩护 一时间川贵梁省的封江大吏 在万历皇帝面前吵成一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明永乐年间 元四周 四南两地合并为贵州 但当时的贵州 只有今天贵州的一半大小 那时的贵州 只相当于今天贵州的中部一带 北部就是属于四川管辖的 波州宣卫司 但贵州自建省以来 财政状况非常紧张 梁荒 钱荒 一直不断 他的政府官阴的俸禄 他的军事上的军粮马蹄 他的国家的邮政系统的 所谓的宜战 所有这些军饷费用 都要从临省调剂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从四川 从现在的尊义 就是当时的泊州要给他 这就是朝廷对贵州实行的 协计政策 但贵州官员却一致认为 协计难以最终解决贵州的困难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 把乡邻波州中 最富饶的五私土地 划归贵州管辖 贵州官员们所看中的 正是告狱状的 那五私七姓的土地 杨应蒙实际的波州 经杨氏一族七百余年的致力 已经极其富饶 堪称鱼米之乡 近田庄就有两百余处 年入粮食八百余万弹 足够养活二百万人口 而当时波州人口 还不足一百九十万 此外林厂 猎厂 牛羊厂 银厂 铅厂 写厂 冶炼厂 茶园 果园 鱼潭 菜园 星罗旗部 应有尽有 波州已经形成了农林序幕 手工业 采矿 冶炼 分工明确的庞大经济体系 与富饶的波州相比 贵州可说是一穷二白 对于波州的富饶 贵州官员十分眼红 自五四七姓告一状一事爆发后 贵州官员就开始 与五四七姓中的各中小吐司 相互串联 积极寻找杨应龙的把柄 而杨应龙偏偏就把把柄 送到了贵州官员的手中 原来对于五四七姓告一状一事 杨应龙非常恼火 碍于万历皇帝的训事 他没有对五四七姓报复 但总想找个初期的地方 时隔不久 杨应龙就借收复故土的名义 出动三万大军 向乡邻的永宁吐司发起攻击 永宁与波州乡邻 自古就因边界土地问题 争战不休 但在朝廷的约束下 一直处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 但杨应龙这次出兵 显然越过了红线 波州 贵州 永宁这三地 拳崖交错 在波州与永宁的交战中 夹在中间的贵州各中小吐司 则大获临头 很多人送了令 贵州官员十分恼火 屡次派使者警告杨应龙 但杨应龙却置之不理 甚至砸坏贵州使者路车 折断车上代表贵州巡抚的旗帜 对于这样带有侮辱性的举动 贵州官员任无可忍 加之一向窥视波州的富饶 于是贵州巡抚叶梦雄 与贵州巡案陈孝 不予儿童上书弹劾 请朝廷制裁杨应龙 但是四川官员却为何 集体为杨应龙说好话呢 四川的这个巡抚 李花龙 就认为杨应龙 从来是服从朝廷的争调 带兵去争打这个杨柳沟 还有这个松潘 履立战功是有功之臣 那么贵州方面控告杨应龙 谋反的话是没有根据的 主张就是安抚的政策 原来杨应龙之前的数次奉调平叛 多是与四川巡抚李化龙打交道 他的勇猛善战 给李化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正值防御松潘袭扰 于是便替杨应龙向朝廷求情 让杨应龙戴罪立功 同时还表示杨应龙根本无可堪之罪 整个世界都是贵州小题大做 一方要求勘问杨应龙 另一方则认为杨应龙无可堪之罪 川贵两省的意见如此相左 甚至引发了朝廷的一场大辩论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最高的决策统治者还是皇帝 皇帝听了以后也认为 这个波州需要安定 如果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安抚也就行了 公元1593年杨应龙到重庆接受刊问 经过一番调查核实 就连一向同情他的李化龙也大吃一惊 他甚至认为杨应龙不仅有罪 而且可以说是罪恶昭章 这样看来杨应龙似乎是在劫难逃了 可谁也没想到万历皇帝却又一次下令 放了杨应龙 岂非怪事 在勘问杨应龙的前一年 也就是公元1592年 封臣秀吉一统日本 之后发兵十五万侵犯朝鲜 两个月后朝鲜全境被占领 朝鲜国王李延向宗主国明朝求援 万历皇帝下令调天下精兵援朝 杨应龙受审期间朝鲜战事政级 杨应龙借此机会上奏朝廷 愿亲率五千波州军复朝讨沃 以立功赎罪 万历皇帝考虑国家正是用人之计 而波州军又确有战斗力 于是答应了杨应龙的请求 事情到这里有了一个重要转机 如果杨应龙真的率军复朝作战 成为抗沃援朝战场上的英雄 也未可知 但历史却再一次发生了转折 当杨应龙正在调动波州军 准备出发的时候 消息传来 清朝的倭寇已被先期入朝的明军击溃 第一次抗沃战争结束了 这个是个转折点 他带兵准备出发的时候 朝天的军队已经走了 走了就叫他 他的军队不要再 再到朝天去了 对于杨应龙来说 既然没有征波 自然也就无军功可供赎罪 恰在此时 原四川巡抚李化龙升任河南部政司又参阵 四川新来的都御使王继光则一反前任态度 提出要继续勘问杨应龙 但这时的杨应龙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勘察早不耐烦 令人将使者轰了出去 鉴于杨应龙公然拒绝勘问 让一直倾向杨应龙的四川众官员脸上无光 非常恼火 于是四川都御使王继光 总兵刘成寺 分路出兵波州 准备强行拘捕杨应龙 事先得到消息的杨应龙 则在楼山关一带设下扶兵 趁官军不备突起眼上 官军死伤过半 只得撤回 杨应龙此举使朝廷大受震动 桀骜不逊 竟致武力抗命的程度 旧罪加心罪 可谓罪上加罪 对此朝廷不再呼吸 准备出兵争奖 这一次川贵两省意见一致 倒是没人替杨应龙求情了 可在朝堂之上 却又引发了另一场大辩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刚刚结束的抗窝元朝战争 已经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再大动干戈 争奖杨应龙 其消耗之大实在不堪重负 万历皇帝左右为难 也因此导致了在争奖与招呼问题上的 再一次朝堂大辩论 正在朝廷左右为难之际 第二次抗窝战争爆发了 外敌当前不宜再生事端 朝廷决定再次招呼杨应龙 实际上也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杨应龙在波州的实力 由盛额扣 朝廷不到万不得已 不愿激化此矛盾 对于朝廷的招呼 杨应龙顺从地表示接受 并愿交四万两白银 以赎钱罪 还把自己的次子杨可栋 留在重庆做人质 此件 你跟随为父多年 有杀敌无数 今日 为父转赠于你 谢谢父亲大人 上马 这样一来 朝廷也总算有了脸面 事情到此 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 朝廷招呼结束后 立刻把防备杨应龙的军队 不断向北方集结 准备覆朝与倭寇第二次作战 一时间 川柜梁省的明军实力 出现真空 而此时的川柜梁省巡抚 惊讶地发现 杨应龙非但没有安稳度日 反而开始地积极备战 他动员数万亿夫工匠 重修南宋时期 为抵御蒙古大军而建筑的天险 海龙屯 在加固原有设施的基础上 还在波州四境险关要碍 极流金渡上 构筑了楼山关 乌江关 石虎关 黄潭关等几十座关团寨堡 组成了环拨数百里 兴罗旗步的攻防体系 这些举动让四川贵州梁省 高度警惕起来 到了公元1597年7月 第二次抗窝元朝 在朝鲜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 在南方川贵梁省 与杨应龙的矛盾已接近激化 恰在此时 杨应龙在重庆留作人质的 次子杨可栋 突然离奇死去 杨可栋到底是怎么死的 历史上的记载含糊不清 只说是生病而死 但为什么恰恰在杨应龙 和朝廷关系最微妙的 关键时候突然死去 这背后有什么奥妙 现在谁都说不清 但可以确定的是 杨应龙因痛失爱死 悲愤异常 而重庆官员随后的举动 更加剧了士派的恶化 当杨应龙命人去重庆 领回次子尸体时 重庆官员竟以四万辆赎金 未交完 坚持不肯把尸体交完 杨应龙发恨道 我的儿子活了 银子也就盗了 从公元1597年底开始 杨应龙开始不顾一切的连续出兵 截略五司七姓中的余庆 草堂二司 及兴龙都云各位 又兵为黄平 不久入侵河江 截略鸿头高平 心裁各屯 之后又侵入湖广四十八屯 堵住各处驿站 对于杨应龙的疯狂举动 万历皇帝再不容忍 此时正当第二次抗窝元朝战争 刚刚结束 万历皇帝决定 一劳永逸地解决杨应龙问题 遂令曾经一力担保杨应龙无罪的 李化龙总督川湖贵三省军务 赐上方宝剑 调天下兵马 全力备战 接到圣旨的李化龙 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 任四川巡抚期间 他曾和杨应龙多次合作 私交甚密 所以对朝廷征缴杨应龙之举 多有回避 但朝廷执意要李化龙 担任围剿总指挥 李化龙也只好戒指 得知朝廷要剿灭杨应龙的消息后 除了李化龙 还有一人也陷入了矛盾中 那就是被明史称赞其为 诸将中最骁勇 后世欲为 网民第一猛将的总兵 刘婷 这三个人呢 他们都在四川供职 李化龙 近世出身 四川云府 军政长官 刘婷呢 就跟杨应龙一起 在对付四川的苗明起义 或者移族的 还有什么都长蛮的这些企业 他们都是朋友 但是朝廷是军兵难为 你既然在朝中为臣 你要忠于国家 忠于皇上 只好把这个私情啊 把朋友们的这种朋友感情啊 放在第二位了 对于朝廷的调兵遣将 杨应龙还不得而知 此时他正四处追杀仇家 并没收五丝七星的田庄 土地妻女 分给新招募来的苗族军士 史称夺地养苗 一时间各路苗军纷纷宣誓 愿为杨应龙死战 杨应龙更把军队 扩充至十六万人 其声势之大 可以想见 公元1599年6月 杨应龙趁官军上尉集合 打出秦王缴叛的旗号 率兵八万 分三路北进 围攻齐江 公元1599年6月21日 齐江城破 杨应龙全监官兵五千 杀参将防扎处 游击张良贤 截库毁舱 尽略资财 还部分男女老幼 大肆屠城 将尸体投入江中 尸体避江而下 堵塞齐江河 江水因此变成红色 西南半壁 为之震动 得知齐江被图 万历皇帝勃然大怒 他一面将四川 贵州巡抚 全部革职为民 以免催促梨花龙 从速调兵进江 至此 被后世称为 万历三大争中 规模最大的 平波之战 开始了 民万历三大争 第一个就是万历二十年 当时宁夏 那个边镇 那个波拜 波拜反对朝廷 很快就平息下去了 之后日本的丰田秀吉 两度侵略朝鲜 那两千万历都很快被打下去了 那么这两次战争 和平波战争比 平波战争多得多 规模大得多 省号大得多 公元1600年2月22日 李化龙在重庆逝世 他的麾下 汇集了来自大明15省的精锐部队 达24万之多 加上几十万的辅助民夫 号称百万 公元1600年3月初 李化龙兵分八路 每路三万人马 从八面进角 企图凭借强大的实力 一战而定乾坤 杨应龙则看破了官军的企图 他的战法是 集中兵力歼齐一路 威慑强敌 以阵士气 他把目光投向了贵州 童元镇一路 3月14日 八路大军之一的贵州总兵 童元镇率三万大军杀至乌江关 他自是有强大的相兵 古军深入连番重计 最后被杨应龙率领 八万波州军 分别包围在乌江关 和河渡关两处 激战三天 贵州军参将 守备 指挥 拔总 如一生还 整波八路大军中的 贵州一路全军覆没 此时拒开战 不过25天 《遵义复制》记载 元镇所部三万人 十不存一 将校至重绝等三人 江水未不留 贵阳闻井 居民禁闭入城 远近镇洞 官军乌江渡三月之败 镇洞朝廷 万历皇帝命兵部 迅速将贵州统帅 童元镇革职 押戒入京 刚刚开战25天 就有这样的惨败 这让万历在愤怒之余 也对平波之义 有了更多担忧 此次战役 明朝已动员 国内所有可动之兵 一旦战事陷入胶着 甚至战败 有动摇国本的可能 为此他连连传旨 讯问平波总督 李化龙具体战况 就在神宗皇帝 讯问的同时 杨应龙曾经的好友 总兵刘廷 正攻向楼山关 楼山关 亦称太平关 位于尊义 同子两县交界处 为入波的重要门户 人称前北第一险要 此地 刘廷大军突然发起进攻 守官波州军很快陷入混乱 刘廷抓住战机 率各路民军猛冲猛打 连克十一道关卡 一举拿下楼山关 楼山关 战斗的大截 对明朝军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至此波军从楼山关到海龙屯 几乎无险可守 明军可以一路南下 直插波州大本营海龙屯 被寄予厚望的最重要险地 楼山关 竟然就这么丢失了 这让杨应龙大吃一惊 他连夜起兵 在丢失后的第四天 开到了楼山关 楼山关下双方十一万人马 往来奔兔杀身震震 双方都在拼死于仗 这是自开战以来 最为惨烈的一场大谱杀 刘廷步被三倍以弃的 波州军重重包围 但他凛然不惧 鼓动全军拼力死战 大战一直持续了一日人夜 战场中一个叫清风关的关卡 双方一手竟打几十次 可见战况是激烈 战斗进行到深夜 波州军伤亡越来越大 终于败下阵来 战败后 杨永龙虽不甘心 但他已经意识到 自唐末传承至今 七百余年的杨氏一族 或许就要断送在自己手中 但对于这几年发生的变化 他实在有些接受不了 十年前他还是波州领主 朝廷风光无限的 票旗大将军 其后数年却仿如噩梦 他在厄运迭覆的贯圈中 迅速坠落 终于成为了被天下围攻的 造反叹逆 公元1600年4月18日 杨永龙率两万波州残兵 登上海龙屯 杨永龙回首最后望了一眼 波州的土地 他知道 这也许就是他们杨家 在波州的最后时刻了 此次上屯后 他就再也没有走下来 5月18日 七路冠军骑击海龙屯下 把海龙屯围得水泄不通 李化龙一声令下 数十万名军在附近山头 调集火炮 火冲 开始了日夜不停地攻打 但海龙屯的坚固 让李化龙大吃一惊 从4月17日到5月17日 数十万冠军围着海龙屯 攻打了将近一个月 却毫无结果 名词里面 我刚才讲十几次提到了这处著名的吐司城堡 其中就有讲说这个地方的险 险到什么程度 叫做飞鸟藤原不能遇咒 猴子爬不上去 鸟也没办法飞鱼 李化龙清楚地知道 朝廷为此次波州之战动员规模之大 耗费之多不可估计 如战争陷入江渠 一旦有变 后果不堪设想 而更让李化龙痛苦的是 恰在此时 他突然接到父亲逝世的噩耗 按照传统封建礼制 李化龙理应回家奔丧守孝 但此时正是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 究竟何去何从 当此之时 在此进城中一直关注了战况的万利 哪敢让李化龙回家守孝 他立刻下召 命李化龙代孝指挥作战 面对黄命 李化龙横下一条心 誓言不坚顽敌绝不回家 从接到诏书之日起 他就光脚指挥战斗 以示对王府的悼念 和以军国大势为重的决心 飞虎关 是海龙屯前山的第三道关卡 也是最显的一道关卡 关前整整36道天梯 每级阶梯高达60到80厘米 普通人要非常费力 才能上一级 而且每级台阶 只能并列四人 这是杨应龙特意设置的防守重点 明军攻至飞虎关下 一人速攻 选攻折降 就在明军卡在飞虎关前时 海龙屯的后山战局 却悄然发生的变化 原来攻打后山的水溪统帅 安江陈与杨应龙私交深厚 他每日假意攻打 却利用植物之变 悄悄攻击波州军火 他跟杨应龙 一个他们有私交 有亲戚关系 另一个他有孙王此寒 搞掉了杨应龙 明天难道就不搞我了 这个情况被抗窝名将陈林发现了 他密报李化龙 李化龙则严令水溪统帅 安江陈部后撤三十里 命令刘厅率部赶赴后山 准备破关 六月四日凌晨 连日的阴雨突然停止 天空放行 明军半程向山上运送吉仰的 水溪军模样 混入后关 当守官的波军被固然击杀后 无数明军得到信号 一拥而入 冲进关中 坚守了47天的海龙屯 终于被从后门攻破 到了最后时刻 杨应龙虽命将士死守 但军无斗志 众人四散奔逃 杨应龙跪在祖宗灵牌前 泪如雨下 此时此刻 他对自己的冲动举动 悔恨交加 又对川贵官员的贪婪 愤恨不已 但一切 但一切为时已晚 他知道 波州杨氏一族七百年的基业 在自己手中终结了 史料记载 杨应龙回到寝宫 点燃杖漫 上吊自杀 冲天大火 吞噬了海龙屯 至此 这场耗时一百一十四天 死伤十余万人的战争结束了 史称平波之战 而这个自唐朝以来 历七百二十五年 传二十九世的波州杨氏小王朝 也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战后 波州被一分为二 分别设立遵义军民府和平阅军民府 划入川贵梁上 双方的兵力加起来 所牵涉到的战争人口 加起来总数超过百万 那么这场战争 平波战争 实际上就是 尊义到目前为止 历史上参战人数最多 战线最长 战争历史也是最久 同时杀人最多 影响最为宏大的一次战争 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评论认为 这是一场规模庞大 但却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对杨氏一族而言 毫无疑问 那是一场灭顶之灾 但对朝廷来说 也未必就是个好消息 死伤数万人 耗银近三百万两 只失国库空虚 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为李自成 张献忠的农民起义 埋下了伏笔 间接导致了44年后 大明帝国的灭亡 四百年过去了 历史的尘埃 无法演进一个 七百余年家族的荣光 七百年呢 涌现了多少杰出的人物 狐写了多少 可歌可泣的英雄越战 驱逐南兆 抗击蒙古 保卫宗族 守遇边疆 无数家族先辈 倒在了冰冷的征途上 见学仰视 崇尚如数 兴修水利 造福一方 改变了波州的历史 染绿了 亘古蛮荒 屯上风云 饶夜狼 那坚硬的 奥利于天仙之上的 仅仅是废墟吗 它凝聚了一个传奇家族 七百余年的 辉煌 可惜的是 这辉煌已经逐渐淡远 只留下海龙屯上的残砖断网 一片残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